Look at the paper here, it's full of mistakes So we say, don't make mistakes Be careful, let's study hard 好了,我们刚刚的课文当中出现了 很多错误 我们在文章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的小故事说 犯了很多错误 所以我们会对这个人说句话 说Don't make mistakes 哎呦,别老犯错了 Be careful,你仔细点 Let's study hard 咱们好好学习不行吗 所以发现这三个小句子 好像都特别励志吧 没错,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语法 其实说它第二个语法 说难也不难 因为我们在新一的上半册里面 已经讲了无数遍了 这些小句子我来考考你 看哪位同学反应特别快 像这种Don't make mistakes Be careful, let's study hard 这叫什么句子呢 来,五秒钟时间打反应一下 Ok,times up 有知道了吗,我来听一下 如果见到前同意知道这是什么语法的话 请大声出软 有人说句子 这不废话吗 这当然是句子了 什么句啊 比如说仔细点 好好学习 别说话了 这些句子好像貌似都在给出一些建议啊 或者是命令 所以英文当中把这些短小而精悍 给出命令啦 给出建议啦 甚至有时候给出请求的句子 叫做 叫做 我就不说 叫做 骑士句 好了 所以骑士句各位应该都不陌生吧 咱们在新一前半部分的时候 讲了太多遍了 骑士句 骑士句 古名词译 他们是英文当中应该算最最简单的一种语法现象 因为几乎都不用学 好像是个同学就能造出非常简单的骑士句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构成非常简单 所谓骑士句 作用就是要求啦 请求啦 劝告啦 建议啦 命令别人去做 或者不要做某事 也就是说骑士骑士句它的用法非常的单一 要么就是做 要么就是不做 所以做就是肯定 不动用否定了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总结一下了 它结尾一般都会选择感叹号 因为这样的语气就会变得更加更加强势一些 但如果你的语气比较弱的时候呀 用句号也是OK的 同时我就我们在新一的上半段处事讲的时候还说过 如果想让这个句子变得更加礼貌和委婉的话 你可以在后面加上一个please 大家要记得吧 比如说坐请坐吧 这个请坐可以说sit down please 这时候就变得整个委婉了很多 如果是sit down坐 感觉好像还蛮横 所以这个当中其实句的用法 大家再次回顾一下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骑士剧 我们在新一上半段所讲骑士剧的时候 并没有这么多罗列在一块 那么今天把骑士剧来进行汇总一下 那么在骑士剧使用当中 我们第一个open the door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一个动词原型类 我们把它们称之为do型 因为它所有的句式的开头 都是由一个动词原型而构成的 那么这种类型就是比较简单的do型 那么它们可以直接由一个动词原型来打头阵 引出这个语法现象 这个咱们前面见多了吧 open the door stead up sit down 所以我们把这种类型叫做do型 所谓do型就是动词原型 第二类型就是be careful 你发现它所强调的是后边的这一个形容词 所以第二类型叫做b型 甭管是do型还是b型 它们都是动词原型 所以说在70G里面 就怎么着都不会出现动词的其他形式 你就乖乖的使用原型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点我认为是稍稍然大家就引起注意就是 b型就是它的首字母 必须是b种词原型 所以它后边一般都是由b种词 加上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来构成 所以你所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想表达这个后边的形容词的意思 你比如说慢点慢点太快了 be slow 快快快快点 be first 安静点 be quiet see 所以跟着你的语境和意思的变化 而变化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语境里面是由一个形词来主要构成的 那么就可以选到这就可以了 好 等下 let him go 然后他去上去吧 let him go 这个是很少见到的一种起始机具形 我们大家其实平常都会说 但是好像很少总结出来 所以第三种类型叫做let him 因为let是表示让的意思 那他后边也通常都加着动词原形 总而言之吧 不管你是什么形 都是动词原形 就可以了 那么let这个词表示让 我们可以说让我怎么样是let me 我们来总结一下 让我 我们会选择let me do something sorry sorry 我把这个打掉啊 我们可以选择let me do something 也可以说让我们 选择复数的时候呢 我们就选择它的冰格 let us do something 最后就是我们这个let其他人 那这个里边 你就可以随意的在let后面加上 各种各样的人称代词 let somebody do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给大家最后总结一下 在形象一层当中 我们遇到了这么多次的这个起始句 到底它规规类会有哪些呢 我们可以规成这样三大类型 do型 b型 还有let型 但是这三种形我们发现 它们都是一种 没错 肯定形式 所以如果变成否定形式的话 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在前两个部分当中 用一个大的don't来变成否定就可以了 所以说起始句就如此简单 你只要学习它的肯定形式 那么它的否定形式就自然而然出来了 比如说不要说话了 我们就会直接说don't talk 其实这don't talk也可以等于be quiet right 好了 这是我们对于起始句的这个讲法 就这么多了 这是肯定形式 那么它们变成否定形式的后 我们可以直接的前面加don't 那么这个也是don't 那么它呢 稍稍复杂 就don't let him go就可以了 所以无论怎么样 我们要都了解它的肯定和否定形式 那这是我们今天最后给大家讲的整个的起始句的用法 就这么多了 那么看一下起始句 一些小的口诀给大家记一下下 起始句无主语 只用way就可以 表示请求或命令 加上please更客气 send up please come here 如果变成否定句 don't开头是规律 所以大家好好把这几个小的小口诀来思索一下下 就是我们对于整个起始句用法的总结 就这么多了 记住 加上please这个词 会让大家的语气表达变得更威腕 更加客气 ok that's it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game time 那么请各位迅速来做出起始句吧 look at picture and give the sentence 看图说话吧 来五秒钟时间 看这个图 oh my god so dirty 来五秒钟请make sentences ok time's up so the sentence can be like this clean it 快擦擦吧 脏死了 ok so we can say clean it wow open it don't open it 我们还可以继续用这样的语用来进行 ok that's what how can you make sentence 好 看图说话 ok yes be quiet we're ticketing them be quiet oh my gosh ok ok what can you say 好 这个造造成我们句啊 哎呦喂 你快点吧 所以说be quick 快点 measurable 快点 呦哇终于变快了 be quick oh my god look at your house look at your room make sentence ok 好 我们看谁变快 那么这个图应该造句 就是 yes clean the room yes oh look at the dog per dog right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ok can you mix it in 那么这个机子就可以诞成 let it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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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吧 好了 这是我们所有的一个期视剧部分 那最后我们来练一个小期 让大家练练手吧 那么这些题目在我们这个课后练习里面也都会出现 我们大家反复反复练习这些小用法 我们看transfer sentence 来句子变形 listen to it 听它 还有don't hurt yourself 我们先造个小例子 那么listen to it 我们要把它变成 i want you to listen to it don't hurt yourself 我们要求变成是 i don't want you to hurt yourself 那么按照上面两个例句 请你把one two three four来写出来 拿出纸和笔来快速 我们给大家的是两分钟时间 处在这里暂停数秒之后来继续答案 请各位暂停视频 ok time's up hello welcome back 好欢迎回来你们做完了吗 一定要做完再来看我这段视频讲解啊 不得作弊啊 好答案接下下 carry it 非常简单 我们都会直接让你变成 i want you to carry it describe it 我们会变成 i want you to describe it 就这么简单 don't lose it 别丢了 那就表示 i don't want you to lose it 你可不能写成 i want you not to lose it啊 那么最后don't miss it 就是i don't want you to miss it 所以重点是这两个否定句 你可以对了吗 好这是我们的前四道下题目 我们再看最后的几个选择题 让大家选一选吧 number one 我们先来做哈 teacher asked us heb carefully 很明显 我们一看到这个ask就知道 这一题考的是我们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不定适用法吧 老师要我们什么呀 肯定是要我们好好听课了 我们都讲了 就是讲了 像什么ask 我们讲三个动词 ask tell 和want 这三个动词是今天咱们课上重点讲的 后面加to do就可以了 老师肯定是绕吗 好听 那应该是ask to do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abc里边 好像a和c是ok的 因为a和c都带了to do吧 但是a不对 因为顷刻应该是listen to 所以说ab就都不对了 答案最终选的是c选项 the teacher asked us to listen to him 这里边两个to 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to是表示不定式吧 第二个是个动词搭配 listen to this 好第二题 tell him the window 去告诉他说 告诉某人 也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tell to do 所以咱们就看abc里面 哪个带to选哪个 很明显 只有c带to 所以又选c了 to close the window 第三题 i want 又来了 咱们今天就讲这个want 所以want后没有加to就可以了 i want什么teacher when i grow up 说了我长大之后 我想当老师 那么想当老师你也得to 所以是i want to 那能直接选b吗 i want to a teacher 太恐怖了吧 我们说在一个名词前边 你得来个b种词 要不然你怎么没法说 i want to teacher 什么意思嘛 所以是i want to be a teacher 才可以 所以选的是a答哦 第四题 my father told me 好了 虽然是把tell变成了过去的事 但我们依旧知道这是一个告诉 所以我爸告诉我 那应该是喝多点水吧 那因此还要找to 那很明显 第二题只能选b了 因为只有2 就b在2了 第二题 the boy什么riding the bicycle in the street yesterday 说昨天呢 这小男孩想在大街上骑自行车吧 那想骑自行车骑呗 a want to 好像貌似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说了 这儿的实态是yesterday 那么过儿只能选过去时的c咯 所以是这么选出来的 选对了吧 第二题 the walkers want to ask 什么together with them 说这个工人们想要能不能一块儿干活吧 那么一块儿干活就是 want to ask 也得加true a没有true p也没有true b 只有c有true c这比较题真的是可以秒杀吧 太简单了 真是刚刚听课同学 都能做得对 好了 所以一人答第一题c 第二题c 第三题a 第四题b 第五题第六题 全部都是c 好 这是我们的前六条题 我们最后的题八就是 第七题 his mother asked him 什么games for nine hours after finishing the homework 说妈妈什么 她说完成作业之后 可以玩一条游戏吧 反正应该就是说 让她玩一小时 那么就是让她玩玩去呗 所以是ask home 一定少不了 true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true 所以放眼看去 当然只有c满足了 第八题 the teacher told us 什么20 pieces of homework 哇 老师让我们做二道题吧 那么要完成二十道题 这里又出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tow的这个用法 所以答案只能找tow了 所以答案像是a 第二题 Let's have a rest 来咱们休息会儿吧 现在不行 现在不行 我还不想休息呢 那就是i don't want to stop 依旧不要忘记这个tow so did he ask me again 他要我再说一遍 不管怎么样 那一定是ask me true 所以这里面又再次出现了 sorry 又再次出现了这个true say 所以答案选的是a选项 好了 那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就讲完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讲的什么内容吧 本个回顾 我们讲了这些单词 大家尤其注意这个intelligent mistake 还有dictionary这三个小词的用法 怎么听读要使用 课文请各位根据录音来把full of mistakes 流利的有感情的朗诵完毕 我们语法当中重点讲的第一则 由true引导的动词不定式 第二则讲的是非常简单的歧视剧 那这是我们今天105和100颗零 就这么多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